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黃色經濟圈小勝一張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根據Facebook專頁叫做家明 他們說收到資料 美心竟然大裁員 在前日開始裁減所有的長期散工 原來美心在大埔工業村自設廠房 製造所有美心分店 包括東海棠的麵包 西餅和蛋糕等 根據他所引述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心的廠房為了節省開支 一直只會聘用少量的長工 而每日都要依靠著大量的長期散工 即是外判員工 來維持生產 這班散工沒有任何福利 亦沒有強積金 全部是現金出量 現時裁減所有的長期散工 專業引述的消息人士說 代表美心的分店銷量受到重大影響 生產多於銷售 因此大裁員可以節省部分 每日營運開支 聽到這一則消息 相信大家的心情 都舒暢了很多 立場新聞就著這宗網絡的消息 曾經向美心查詢 美心在回覆立場新聞時 就說 不評論市場傳聞 到底什麼是不評論 是否代表不否認 郊遊亦有自行判斷 實情這宗消息引證到一件事 就是團結就是力量 每人一小步 就是香港人的一大步 聚沙成塔 證明市民長年累月的罷食和罷買 是有客觀的效果 而且當大家用鈔票來投票的時候 將本來打算在美心集團旗下的食店消費金額 轉移到其他黃店身上的時候 這一筆款項 其實真的相當可觀 導致這個黃色經濟圈能夠延續發展 當然 他現在所謂解僱的這班人 都是做麵包西餅和蛋糕 實情比較容易在市場上找到替代品 只不過他旗下其他那些食店 很多都是中菜茶樓 這些就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實在茶樓來說 真的太多藍店 甚少是黃店 我對黃色經濟圈有幾項建議 第一 黃色經濟圈應該逐步擴展到其他各行各業 不應該局限在飲食業當中 不如說我在報紙也看到 原來有一家從事回收業的企業 他是黃店 他到底在搞什麼呢 原來他就在香港 將回收得來的廢紙 運到越南的廠房 並且加工成為再造的廁紙 然後就把這批貨運回來香港賣 這個企業的老闆就怎麼說呢 他就說想建立一個黃色環保經濟圈 我覺得這個意念也挺新穎的 除了這個再造的廁紙以外 原來他們也是同時 在香港首間做回收紙包飲品盒的回收廠 這個成本相當貴 因為一般的紙包飲品盒 其實就是添加了膠和鋁 他就要額外買一些機器 把它分開 所以這個也是有心人 我覺得除了這個回收業以外 還有紙巾業也是 原來有些黃色的企業 就在越南設置廠房 專門製作紙巾 此外我在網絡上看到 一個著名的Youtuber 就是Bob叔 他在Facebook宣傳有一家的企業 他專門製作花店 而且有賣蓮花 那些設計也很漂亮 所以希望把黃色經濟圈多元化一點 不要只是在飲食業當中 第二點的建議就是 不要再把黃店的標準定到鬼死那麼高 完全離地 我看到有些人在網絡 不停指控別人那家不是黃店 做得不夠黃 這些是多鬼魚的 實情基於沒有大台的原則 根本上就不會有所謂官方和統一的黃店標準 我相信這是大家的共識 不過總是會有些客觀和約定俗成的規則 比如說那間店鋪會不會播出榮光的歌曲 或者在店鋪裏 割一小塊出來做連儂牆 給顧客來寫一些心聲 或者在他的菜單 或者在那張收據那裏 起碼就做一些標語口號出來 一定會有些方法讓你知道那間是黃店 就不會跟入了一間完全普通的店鋪一樣 一定會有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則 好了 除此之外 也要拒絕那些原教指式的標準 總有這些人存在 我就覺得這班傢伙全部都是靠海的 比如說有些人提倡 叫得自己做黃店的 就很應該將營業額的某部分 捐去612人道基金 或者是升火基金 實際這些建議根本就是趕客 捐與不捐 就是全憑商戶自行來決定 就不應該作出這些低B的硬性規定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盡可能就要擴大黃店的市場佔有率 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使得絕大部分這個行業的商戶 都是加入 你才是有所成效的 如果是整天都是小貓三幾隻 或者是有些人加入有些人不加入 就掀起不了這個風潮 而且 那些顧客也不必 來過份集中於 那些著名的黃店來消費 忽略了那些缺乏名氣的店舖 那些都很需要大家去支持 一定要使得黃店能夠平均增長 因為你創造不了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環境 出來的時候 說什麼黃店、藍店、紅店都沒有作用 別人怎麼會加入這個行列 最後就說 不能夠對那些黃店提出過份的要求 因為黃色經濟圈 就不是黃色義工圈 這個我就很認同 像蓮登某些人所說 別人都是要創造一個盈利 才能養活到員工、員工、員工 老闆才有動力去做 你搞到別人做義工、做苦工 完全不合理 人家搞家企業出來 都是要賺錢為主的 不過既然大家理念相同的時候 互相幫助一下 就是這樣 別人不是做義工 有些人要搞清楚 一定是要有利可圖的 對不對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真的是營商 有些人就提出一些疑問 究竟如何來看待一些所謂的藝王店呢 我覺得有兩種辦法 首先在未找到確實證據證明那間店是藝王店的時候 絕對可以當它是一間黃店 因為有時候很多的無理指控 或者牽涉到私人恩怨 喜歡互相亂來 而且那間店舖 如果他宣稱自己是黃店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都是冒著一定的風險 可能會被人搞的 而且黃店他本身也是有他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當然你就看看那間黃店他本身是有沒有 比如說設置這個連儂牆 或者擺那些PVP的公仔 總之一定會有些裝飾出來 是令你感受到知道是黃店的 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這些東西的 他本身就已經展示了那個價值和意義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確實證據 就可以照當它是黃店 只不過如果你確實找到證據 是證據確鑿鐵證如山 比如說那間店舖的老闆 根本常在Facebook那裏罵的學生 抹黑示威者 最簡單的應對辦法就是不要再光顧他和踢爆他 但是有些大家都知道在網絡上 亂指控別人 那間是偽王的 你叫他拿出證據來 當他拿不出證據來的時候 根本不用理他 因為實在太多做生意 肯定會牽涉這些恩恩怨怨的東西 很多都是留的 一定要有真憑實據才行 最後有一篇奇聞共賞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篇我又覺得很好笑 就是在《環球時報》的《環球網》 是看得出來的 他的標題就是這樣寫的 黃色經濟圈到底有多懶 港舖的老闆哭訴 好似打劫呀 我們選了最正選的一段 出來跟大家分享 他怎麼說呢 對於如何判定店舖的顏色 據香港媒體的報導 連港份子通過《挨家挨戶》 詢問那間店舖 是不是支持反修例運動 所謂的五大訴求撤銷警隊 是不是想加入黃店等等的問題 並且許諾 入圈以後就可以增加客源 只要店舖的主人點頭 或者允許那些亂港份子 將相關的標語貼到店裏 馬上會被列入 黃店的名單裏 有些店主不清楚黃店的具體含意 聽說有更多錢可以賺 就答應了 很快就感覺被省 即是被人找笨 某些香港店舖的老闆 近日向環球網的作者留言 說剛剛加入的時候 客源確實有增加 但很快就有人上門了 告訴他 上級有要求 必須要給到店消費的黃絲顧客 打個百五折 同時不准賣貨給警察 特區政府的工作人員 老闆就哭訴了 香港亂成這樣 生意本來是難做 再加上這些條件 我還怎麼做生意呀 嘩 真厲害 哈哈哈哈 這篇文章 創作力量和幻想會客你一跳 竟然有人會要求那間店舖 給黃絲打個百五折 有沒有啊 大哥 你可以具體地說哪間店舖 即是收到這樣的要求 而且還不准賣貨給警察 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人員 警察還可以說 可能他有時候穿著制服 不過有時候你也不知道他是警察 因為他也不配戴委任證 我又不是很相信黃店 是會不讓這些警察光顧的 只不過那些警察是會很抗拒 光顧黃店 就真的 但是他就說特區政府的工作人員 我想他就說公務員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原來黃店是不准做公務員的生意的 是不是呀 哪有這麼奇怪的條件 我真的聞所未聞 而且就算有這樣的條件 怎麼執行 公務員就不像宋綱 落了印寫的反字 黑了臉 是不是呀 到底如何辨識公務員呢 是不是呀 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說出來的就是被人笑 所以在場裡的人 其實也很慘 他對於香港的印象 就可能看完這些文章 就定一調了 你說真是多麼悲哀呢 希望他們翻牆看多些真實的消息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